位在花蓮丰冰箱丰冰西旁的河冰公园 早期还没有建设堤防时 阿米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种菜养牛 不过因为遭到大雨洪水冲刷 土地渐渐流失 而河川局为了户地建了堤防 就形成了公园的土地 当时族人想要再继续耕作 却因为没有产权而被有关单位阻挡 我们中国 disse 我们有关保长的同学 请养写 file 政府让我们计判 我们是在范木 莫特地打药 族人反映早期就是阿美族人所耕種使用的土地 就是阿美族人的傳統領域 這個是我們的傳統領域 傳統領域本來就是部落共管共治 共同使用 對於族人反映土地的問題 公所表示河川局新建提防後 河濱公園的土地 公所就向河川局申請撥用 而取得了管理權 目前土地是屬於公所所有也是都市計畫公園用地 不過阿美族人依然認為土地是在早期就是祖先在使用 而且也算是部落內的一塊土地 希望公所要做任何一項的建設 應該要先告知並尊重部落族人 即使法務華林峰斌採訪報導 阿美族人